群友问 说有人说孔子是好人 他没有听过福音 所以按罗马书第二章 他是按良心被审判 好人上天堂 可是怎么听着不对劲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罗马书第二章 二章14到16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就是良心 同着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恋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意思 就是他的良心 或者控告他 或者为他辩护 16节 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 隐秘世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我们单看这三节圣经 的确看不出来 这个靠良心 活的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是不是得救了 但是呢 我们因为从这一段经文看不出来 就不能从这一段经文本身 瞎隐身 如果一瞎隐身 就等于把自己的私意 被引进去了 而且是短章取义 那我们解经的原则 是以经解经 第一个经就是整本圣经 第二个经就是我们要引用的 那一段圣经 我们用整本圣经 但是这个在罗马书 这个在罗马书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上下文 看里面有没有答案 我们就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在说什么 第二章很清楚 在讲三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论断人的人 论断人的人 是您说他无可推诿 第二种就是这种没有律法 也就是说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这些人怎么办 就按着良心 也无可推诿 第三种人就是从罗马书二章 十七到三章八节 是讲犹太人也无可推诿 跟着在罗马书三章十节 就是一句总结 总结就是说 如今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按照良心 上帝是说 我给你良心了 你没有按照良心做 你无可推诿 而且按照良心做的这一群人 圣经也说了 总结也说了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孔子属于按照良心做的人 他在上帝面前也不是一人 也上不了天堂 也是要下地狱的 罗马书三章二四节说 如今却蒙着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称义 恩典和白白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不配得 完全是这个恩典的主 他的主权 他想给谁就给谁 如果他有任何的 对他有制约有限制的话 那就不是恩典 那就不是白白的给了 况且我们怎能保证 孔子他一生 百分之白的按照 他自己的良心做呢 是不是 而且我们也怎么能够 保证孔子的良心 就百分之白的 就正直纯洁呢 是不是 罗马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这样说 说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什么都不洁净 连新地和天良都污秽了 也就是说 不信耶稣 不认识耶稣的人 圣经上说得很清楚 他们的良心也不纯洁 也不达标 OK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 说没有听过福音的好人 可以上天堂呢 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的世界观 不符合圣经真理 很偏颇 需要被矫正 因为他们误解了 上帝的主权和恩典 如果上帝 如果上帝是有主权的 上帝就是有主权 我们知道 上帝他就 他的恩典 也就是他不欠任何人 他不欠任何人 他不欠任何人 他任何人的死 都是因为死在自己的罪中 上帝给任何人 即使听福音的机会 也都是恩典 也是白白的 也就是上帝的主权决定 他想给谁就给谁 OK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 同样是罗马书 到后来 第九章的时候 讲上帝的主权 罗马书 九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谁刚毅 就要谁刚毅 这样 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责备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呢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嘴呢 受造之物 其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滩里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 读了这一段 我们要明白 上帝跟我们的差别是 他是造物主 他是姚将 我们是受造之物 我们这是他手中的一块泥瓦 OK 我们没有资格去在他面前说长道断 他有完全的主权 他决定谁听见福音 谁没有听见福音 我们听见福音的人 我们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赶紧相信 赶紧接受 OK 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 OK 我们跟上帝不是平起平坐 我们没有资格去挑战上帝 OK 好 那我们如何看待孔子没有得救 现在在地狱里面呢 很简单 记住 我们中国人把孔子当个宝 我们觉得他很了不起 孔子在上帝眼中 跟我们其他的人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罪人 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呢 当我想着孔子没有得救的时候 我真的对上帝千恩万谢 我感谢上帝 我居然得救了 我居然听见福音了 而且我居然相信了 我是个什么东西啊 看见没有 所以我现在的责任是什么 我没有资格去跟上帝辩论谁得救谁没得救 我只是说上帝居然给我恩典 我要赶赶的把他抓在手中 然后我要感谢上帝 遵上帝为主 一辈子顺服他 跟随他 然后努力的向我周遭的人传福音 虽然这座的一切 也不足以报答上帝给我的白白的恩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